Hello,大家好,我是Alan 五月头上去了Next Door吃了顿晚餐 孩子们很喜欢 这个周末他们再接再厉去品尝一下 大家知名于Markham的Branch Branch这个词把Breakfast和Lunch 两个词拼接在一起 很能体现这里蓝散简单慢节奏的生活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风清云淡,春深气爽 我们上午11点多到的 发现他们家的停车位都满了 但是运气不错,正好有人离开 近期一看,室内都已经坐满了 Witches给我们在外边找了个桌子 周边的风景不错,也没有蚊虫打扰我们 我们是冲着他家的Branch Tower去的 点了一个两人份的 另外加了一个Crisabria Hash 孩子们还点了两杯鲜榨果汁 果汁最先上来,很新鲜 看孩子们的表情应该不错 Crisabria Hash 量比较足 芝士炒鸡蛋裹着煮熟的牛腩 外边围着一圈炸土豆块和洋葱 牛腩煮得很透 简单调味保留了牛肉的香气 配上炸烧酱 还是很不错的 炸土豆块做得非常好吃 外边古迹裹了点调味粉 外壳有点脆 里边口感粉糯 以后在家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 Branch Tower端上来 一个架子 上下两个盘子 上边是他家招牌的Pancake 浇了很多发泡奶油 配上菠萝和蓝莓 看着就非常诱人 下边是一个大拼盘 有直式炒鸡蛋 一个很大的羊肉肠 西根培根 四片全麦面包配上果酱 还有炸土豆块 烤蘑菇和番茄 还有一罐带了鹰嘴豆的沙沙酱 我感觉光这一个就够我们三个人吃的 Branch Tower里的每样食物都做得很规矩 调味恰到好处都不错 面包烤得刚刚好 麦香浓郁 有嚼劲 配上果酱的清甜 很赞 烤的蘑菇和番茄也都不错 它们的Bacon是Double Smoke 分味主 烤制方式是我最喜欢的 外边肉微脆 里边肉有厚度 嫩但是有点嚼劲 芝士炒鸡蛋和土豆 和另外一盘一样的做法 羊肉肠很大 但口感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 我很喜欢它们的Sasa酱 里边放了很多鹰嘴豆 配着土豆或炒鸡蛋吃 或者丹吃都很不错 Pancake作为甜点 我们最后吃的 因为Pancake是温热的 奶油有点化了 但依然非常好吃 口感松软 是我最近吃过的最好吃的 女儿要求我复课 但可惜我没有尝出配方 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留言 孩子们不喜欢吃菠萝 最后都便宜我了 这顿Branch虽然量很足 但因为味道不错 所以还是被我们消灭干净 也不是没有缺点 一个就是热量太高 还好我早上跑了一个32公里的长距离 今天有足够的热量缺口 另外就是价格不菲 加上小费近130加刀 这样的Branch 天天吃我肯定吃不起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